哎呀 都是重病啊 我是幫我先生問的 七十一年屬住老婆大 她本來是皮癌 現在轉去了末期的皮膚癌 她是否要練多少大小胺子 近幾年啊 七十一年屬住 我告訴你啊 她 比較麻煩 她身上有一個 她 不大能講 你不要介意 那可能是她前世的 明白嗎 她身上有一個很年輕漂亮的女孩子 死掉了 在她身上 我不知道是誰 你可能想得出來 也可能想得出來 我告訴你 一直拉著她 聽得懂嗎 她現在 我告訴你 鼻炎是開始那個靈性在她的鼻子上 後來到皮膚癌 是因為她 生癌症之後 她有一段時間不知道 還繼續吃了很多活的海鮮 慢慢地擴散到皮膚了 本來就是皮癌 明白了嗎 現在轉移到皮膚 但是皮膚癌是沒有問題的 她真正的致死的問題 是她的鼻斗 就是鼻子裡邊這個地方 明白嗎 現在呢 是這樣的 她兩個鼻孔啊 基本上不通的 對 對 對 還有 我告訴你 這個靈性的兩個腳 揣住她的皮膚裡面 使勁地往裡面揣 就是往裡面踩 所以呢 她這個皮子啊 抽 經常會抽啊 明白了嗎 明白 沒有感覺 但是 一直有脾氣 還有 身上的皮膚 並不是全部都是癌症 是有局部 一塊 是有皮膚癌 聽得懂嗎 這個沒有關係 皮膚癌 可以切除 但是鼻子上的 那是治她的病的 現在我告訴你 叫她先把這個女的念掉 不管是誰 這個女的 首先先要念 一百零八章小童子 一百零八章 嗯 如果 我現在告訴你 她現在講話都不大難講 對 她不能 不能講話 她現在講話出來 因為她一直不通吧 所以她根本口腔幫不了身 但是台島可以幫她發一點聲音 因為幫助 因為讓你們今天來了 很多還沒有念經學佛的人 讓你們知道一下 我可以讓她發一點聲音 明白嗎 比比她說 我問她幾個關鍵的問題 你願意不願意 還這個女的帳 你是願意 你就說是 如果不願意 你就說不是 好不好 好 你說吧 是 還是不是 好 這是一句啊 我們知道她接下來 還有清楚 實際上 我現在在幫她塗鼻子呢 接下來我問 一百零八章小童子 你唸不唸 你唸不唸 清楚了嗎 你 學國 你到底 學不學 如果你學的話 你就有救 你學不學 學 就是像人家 嗓子很低的 學 學 就是這件事情 學 聽得懂嗎 我告訴你 你以後 不要再去講她了 她心裡很內疚 她很痛苦 所以你要讓她 你看 她知道排檔 知道她在想什麼 因為你整天的講她 講她 講得太多了 她受的惡氣也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不要講她了 明白了嗎 否則的話 她要死的話 她會回來找你的 你也活不成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聽得懂 一千張小孩子 變了 變了一八十 對 我可以告訴你 她現在死不掉 讓她活瘦的 那個女的現在不想讓她拉著 就是讓她活瘦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我都看到她穿著一套運動衫 運動褲 說不定是個體育老師 或者是搞體育的 她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你聽得懂嗎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喜歡她 她就自己會見一點 做念了嗎 聽得懂了嗎 你看她還想講話 還要做工作 明白嗎 不要去再講她了 那是過去 那已經是受苦了 明白嗎 現在讓她好好的 精神上去快一點 讓她好好念經 啊 好了好了 請問她 請你看看家庭的風水嗎 因為你多久之前 有一個師父來我家 看那個風水講廚房的那個 很不好很不好 是造成她生病 然後我說如果帶她這樣子下去 灰衣的一個都會走掉這樣子 嗯 我告訴你 現在廚房裡是有問題 這個師父講是講得對的 但是不是造成她生病的原因 明白嗎 你們家的廚房有一個人 形象很難看 兩個眼睛這麼大 我就不想講了 白的 透明的 明白了嗎 我現在看你家廚房看得清清楚楚 你家的廚房很大 你的家很漂亮 明白了嗎 明白了嗎 這個 這個 不要再繼續用一個廚房 不是 不用廚房 你吃飯了 你在哪兒沒有辦法 是說 要把房廚房裡的靈性驗掉 就可以了 明白了嗎 好了 好了 請問她 可以問一個王人嗎 沒 沒時間了 後來她又放幾個 好吧 先幫她慢慢解決掉 她想聰明 她老是很輕盈 她一點都不少 明白了嗎 好了 好了 嗯